拜登属于美国民主党,民主党为了赢得2024年大选,一方面给共和党的特朗普制造各种政治麻烦,另一方面就是鼓吹自家政绩,尤其是2023年的美国经济。 从拜登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,似乎美国经济回到了正轨,通胀被控制住了,就业率也提高了,时薪增加了,GDP增长率也领先一众发达国家。 但拜登和民主党给出的经济成绩单,美国民众却并不买账。 3月8日,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,57%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糟糕。 这跟拜登政府的报告中,美国经济欣欣向荣,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有很大出入。 为什么宏观数据与民间感受会出现如此大的温差呢? 其实不光美国,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的感受温差。 尤其在一些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里,如果出现不景气的情况,这种温差感就会非常明显。 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,按照拜登的说法,美国的技术服务业加速增长,底层岗位不断增加。 技术服务业的最直接受益群体往往是美国上层精英,底层岗位最直接受益者往往是非法移民,而占中产,或者说普通民众的感受并不明显。 而这部分人群在消费人群中的占比还是很大的。 另外,美国政府在鼓吹就业岗位增加的时候,一些硅谷的互联网企业却出现了失业浪潮。 亚马逊削减了27000个岗位,谷歌削减了1万多个工作岗位,微软也裁员了1万多人,甚至连苹果公司都因为放弃电动汽车而开始裁员。 这些企业原本给美国提供了很多岗位,现在反而成了裁员大户,也会影响社会对经济的预期。 美国人很少有储蓄的习惯,这数以万计的裁员,就意味着美国数万乃至十余万家庭面临经济危机,这种情绪在传染给他们的朋友、亲属,就会在美国中层形成经济不景气的感觉。 再加上美国这几年持续的通胀,已经造成了物价、房租大幅上涨,虽然时薪也相应增长了,但发薪的时间是固定的,消费却是每天都要进行的,民众每天看着上涨的物价,时薪上涨带来的满足感直接被冲散,更多的时候会抱怨物价问题,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看法。 除了民众对美国经济不满意,美国银行业也面临着危机。 3月6日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出席众议院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听证会时承认,美国商业房地产以及地区性银行业面临着一定危机,银行会有一些损失。 3月7日,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报告称,2023年第四季度,美国银行业收益下降43.9%。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弥补2023年几家银行倒闭所产生的成本。 许多银行被勒令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缴纳非经常性费用,用于补充存款保险基金。 收益下降再加上商业房地产贷款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。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8家银行列入问题银行名单。 目前美国的问题银行总数已经达到52家。 在美国通胀、市场利率波动、房地产贷款等问题的影响下,不排除这52家问题银行会掀起新一轮倒闭浪潮。 虽然拜登在发表国情资文时,自豪地表示美国经济令全世界羡慕,并自信美国可以赢得21世纪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。 但美国在维护霸权、赢得国际竞争的过程中,应该先解决自己国内的危机, 而不是将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竞争对手、美国的债务问题、银行业危机以及党争,带给美国的威胁是实质性的。 所谓的中国威胁则只存在于美国政客虚无缥缈的想象当中。 无论美国政客对中国进行何种妖魔化宣传,都无法掩盖中美合作为美国带来的好处。 比如美国这样一个金融大国,在制造业全面衰败的情况下,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商品以及工业设备,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产能能够满足美国社会的消耗, 甚至可以说在消除通胀方面。 中国商品对美国的意义非常重要。 又比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豆制品消费国,而美国又是大豆出口国, 是中国市场帮助美国消耗了海量的大豆产能。 可以说,在过去很长时间内,中美都在合作共赢,美国从中国那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 然而,美国所谓的政客们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, 开始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,通过展示所谓的对华强硬来吸引选民的支持, 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吸引流量。 在中国从未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,许多与中国相关的东西, 都在美国政客嘴里变成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存在, 比如中国大蒜,中国起重机,中国芯片,中国电动汽车。 而那些真正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东西, 像什么美国国债,党争,社会对立问题, 却被美国政客们刻意掩盖了下去, 哪怕中国已经多次表示自己无异于美国争霸。 美国政客们依然坚持着中国威胁论, 对中国任何动作都抱以最大的恶意进行解读。 就比如在前不久,中国海军政委袁华智刚刚透露了第四艘航空母舰的消息, 就立即被美国媒体视为中国准备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信号。 事实上,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多次强调了, 中国发展核改进武器装备, 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, 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。 袁华智也在接受采访时把话说透了, 中国建航母不是为了和美国比, 也不是为了和美国打仗, 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。 中国一直都在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, 也从未向美国发出军事威胁。 反倒是美国的航母、轰炸机、侦察机频繁在中国周边出没, 自始至终都是美国在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, 到了美国政客的嘴里反而变成了中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。 中国现在才造了三艘航母, 美国就如临大敌了, 美国自己手里有11艘航母, 却反对中国适当发展军力。 美国想当世界霸权, 那就去别处当, 中国没打算去跟美国争抢, 只要美国不损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, 中国的军事力量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。 通过在建造航母这件事上的表态, 中方已经再一次将信息传递给了美国, 如果美国依然执着于对中国的打压, 那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, 将中国逼成美国的战略对手。 当然, 美国大部分政客心里也清楚中国并不是咄咄逼人的国家, 也了解中国坚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, 但出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想法。 加之美国需要一个话题来维持社会团结,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看法, 很难因为中国的诚意而有所改变, 最起码很难影响到美国高层的对华战略。 只不过拜登其实也清楚, 跟中国比起来, 党争给美国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更大, 拜登也有意攘外必先安内。 比如拜登在发表国情资文演讲的时候, 虽然没少提中国, 但是特朗普才是他最主要的攻击目标, 在一小时零七分钟的演讲中, 拜登至少16次不具名痛批特朗普。 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, 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, 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, 都成为拜登对其进行攻击的把柄。 现在美国两党的内斗, 已经发展成为无底线, 无原则的党争, 除了对中国强硬这件事, 民主党与共和党几乎找不到立场一致的地方, 民主党支持非法移民, 共和党要搞边境墙, 民主党要援助乌克兰, 共和党就将其否决。 如今甚至出现了荒唐的一幕, 为了反对民主党, 特朗普甚至开始反对当初自己的政策。 前不久,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公布了一项立法提案, 要求中国的字节跳动在165天内剥离其下的TikTok, 否则美国就会将其下架。 对此, 白宫方面表示支持, 并希望看到这项法案得以通过, 这样, 他就能被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。 眼看着拜登要对TikTok下死手了, 特朗普却不愿意了。 公开发文表示, 如果干掉TikTok, 那脸书和扎克伯格的业务将会翻倍, 脸书在上次选举期间存在作弊行为, 他们才是美国人民真正的敌人。 看起来特朗普似乎是在为TikTok打抱不平, 可特朗普在2020年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, 曾亲自威胁字节跳动将TikTok出售给美国, 并颁布法案试图将TikTok封禁。 也就是说, 拜登政府现在所支持的, 其实就是特朗普当年想做的事。 然而特朗普现在却站出来反对了, 似乎忘了当年正是自己要对TikTok下死手。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, 存在一些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意味, 说白了就是民主党要干的事, 共和党都要站出来反对, 不浪费任何一次恶心民主党的机会。 从这件事也能展现出美国目前糟糕的政治环境,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, 都不是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, 而是将各自的政治利益放在了第一位。 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损害对方的政治利益, 美国两党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 拜登政府针对中国起重机的一系列政治举措。 原本中国起重机物美价廉, 美国港口这十几年时间里一直在用。 结果拜登政府非要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封杀这些起重机, 然后准备自己制造起重机。 可是, 以美国目前凋零的制造业来看, 强行自己制造起重机的后果只能是价格飙升, 多出来的成本只能转嫁到美国企业或者消费者身上。 而在这种畸形的党争模式下, 西方民主所谓的优越制度已经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 比如, 过去美国两党竞争, 双方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, 而颁布各自政策来讨好选民。 有些甚至是于劫而泽的政策, 但只要能在短期内增加支持率, 那就是好政策。 这种竞争模式本来就存在诸多弊端, 不可能长久下去。 而现在美国两党似乎找到了bug, 那就是没必要一味追求自己的支持率, 只要能降低对手的支持率, 那也是自己赢了, 反正比来比去都是驴向两党轮流坐庄。 于是乎在最近几年, 美国的党争逐渐演变为攻击对手的政治闹剧, 拼命往对手身上扣帽子, 泼脏水。 就好比两个人比赛跑, 双方不再比谁先抵达终点, 而是用各种声拉硬拽的方式让对手无法超过自己, 在这种模式下, 两人的成绩都好不了。 但美国选民还必须从中选一个当家。 所以, 无论是目前在任的拜登政府, 还是有可能重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, 都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敌人, 从来不是中国, 而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斗争。